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莲的灾民 我们就是跟紧上人的脚步 上人怎么收 我们就怎么做 及时的我们就展开了募款义卖的活动 所以今天由慈禧慈禁会 在我们彰化市还有园林市 分别办了两场的爱心募集的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乡亲 在这里有爱心市级的活动来共同来参与 那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花莲的这些受灾的乡亲 能够得到支持 站在我的专业 我推广牙间刷 顺便把义卖的所得捐给花莲 让灾民能够感受到一分一毫的爱心 慈禁的爱心市级义卖活动 设立了40个企业义卖摊位 有彰化地区的善心企业与热心人士共同设立 大家出钱出力共襄盛举 也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可怕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导